大家好,我是刘二手,作为一个专业的豪江老哥 咱们豪江老哥讲的是什么呢?平时玩红蓝,业余玩红绿 什么叫红绿呢?就是股市 我认识很多老哥,他们都喜欢炒股票 而且炒的呢,还可以不错 有一些老哥,尤其是,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叫北京老郑的那么一个,他就炒股票,而且炒的不错 他就在二级市场里头玩,玩的挺好 然后呢,那股票呢,怎么说呢?主要是玩美股 大A,我就不在这多赘述了 没有人能玩得过大A 那美股呢,昨天又创新高了 尤其是英伟达,昨天收盘的时候是涨到了1224美元一股 我之前买了那么几股啊,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呢 我也有点犹豫啊,就是怎么说呢?1000多美元 我买的时候900多,就是在那个946块钱买的一股 当时呢,很多人就觉得破不了签 就是说这个900多美元了嘛,破不了签啊 但是美股这个东西啊,他有些时候他跟红蓝有异曲同工之处 他就跟一条长龙似的,有些时候你越军,哎呀,快要断了,不敢追啊 但是这条龙还早上呢 后面还长着呢,这条龙啊 其实这个美股也是这样的,然后他就一路上涨啊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上涨 当时呢,也是一个大哥告诉我啊,告诉我说炒美股啊,就是你要记住四局换啊 缩量上涨还要涨啊,放量上涨还会涨啊 缩量下跌还会涨啊,放量下跌接着涨啊 反正甭管怎么着就是涨啊,就是非常有自信 你也不知道从哪来自信啊,就是一直涨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算我来说 就是说玩美股都算入了早子了 你要再早几年入的话 你赶上那个一些好的票的话 很多人都挣了几千万了 他们都入的时候都十,就是我说的人币啊 就是差不多投了十万十万人币 现在好多赶上什么未来呀,什么的那个上涨的时候 那个真的就是挣了,挣到几千万左右的事 这个东西你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涨 就跟大爷你也说不清楚,他为什么跌是一样的 反正就是你放进去就完了 尤其是说你玩美股的ETF啊 那就是只要你放进去 嗯,就就能挣钱啊,就能挣钱 挺有意思的已经是 那个,嗯 但是呢,其实我也有点担忧 就是说还是那个,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美元加息嘛 这两天就是说加拿大说要降息了啊 欧盟也说要跟着降息 为什么降息,他绷不住了 他把利息啊,调那么高啊 弄那么高,然后那个 好多银行都倒闭了啊 你看之前的硅谷银行啊 还有第一共和银行,他为什么倒闭了呢 就是他付不起那么高的利息,他就倒闭了啊 如果说你再不降息的话 据听说后边都有将近三百家美国银行都应该相继倒闭啊 现在加拿大绷不住了,先降了 欧盟那边也绷不住了,先降了 等于降出来呢 这个热度一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呢,据听说是说如果说到时候美国也跟着降息的话 资金慢慢会回到打A上面 到时候可以炒一波打A或者打H 我觉得呢,也挺好 反正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跟着玩呗,挣点钱 因为 怎么说呢,你单凭的 之前我说过单凭的,你凭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挣钱的话 你永远不可能翻身 你永远是一个社会的底层,对吧 因为你 出卖自己劳动力,挣钱 等于说你把自己陷入别人给你设的一个局里边 出不来 所以只能是靠投资去挣钱 就是 买股票嘛,买股票 其实买股票的逻辑是什么呢 我心目中的逻辑就是买股票 就是选股票,买股票就如同 选公司,买公司的话 这一样的 就是说 你选哪只股票呢,就是说你觉得 看好哪家公司 你就去选哪只股票 然后因为通过这个公司的业绩上涨 你作为的股东来说 你也能分享到它的这个红利 其实这就是抄股票赚钱的这么一个底层逻辑 那个 分享一点这些知识吧 因为 我了解的也不多 但是呢 这主要跟小白们分享一下 大家也可以多交流 因为我吵这玩意儿吵了年多 哎,又快两年了 然后 总体还可以 总体还是 基本上算盈利的 然后 算不上是有什么经验吧 但是呢 最起码稳一点啊 稳扎稳打的 能让他不亏钱就行 不亏钱的行 前提下赚一点 因为现在经济大环境不好 大家也都知道 外部在这儿多赘述了 你去找工作 也找不着什么好工作 之前 我们家附近这边有个招聘会 然后 我去看了看 因为我留弯嘛 去看了看 就看现在这个社会上啊 还有什么工作可以招 然后就是 还是吉祥三宝啊 保安保捷 保险啊 而且呢 工资都不高啊 就是三四千块钱一个月 你想在北京啊 三四千块钱一个月 当时我看了那个 就是那个收入啊 工资收入之后 我都觉得有点纳闷 我说这个怎么能 就是说挣三四千块钱的话 我觉得在北京养活自己 都稍微费点劲子啊 你可能没有车贷 没有房贷可能还好一点 对吧 你要有车贷房贷 那根本就是扯 那挣三四千块钱啊 但是这就是这些 那就是这样啊 然后 所以呢 就是 投资呗 就是 因为美元加息 就导致美国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美元 都去了美国了嘛 对吧 所以美国那边的 大家的情况会好一些 等它降息了 再说啊 反正咱们 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 算不上投资者啊 就是 想去分一杯羹的 这种小了外星来说 就是 枪头跑啊 你现在钱在美国呢 你就 往美国那边投一投 等 过一段时间 它降息了 如果钱再回流到中国了 咱那玩打A打H 其实就是这样的 今天做这个视频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经济大环境不好 很多老哥啊 兄弟们啊 都说 钱不好挣啊 问问说 我有什么好点路子 其实在这种大环境下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路子啊 我认识好多老板 都成老外了 就是连老板他都没招 你说我能有什么招 啊 他这个东西 他不是 他等于他是一个大环境问题 啊 你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努力 都是没有用的 啊 因为消费终端不行了 什么叫消费终端 就是说 你有再好 再好的产品 再好的服务 啊 他没人愿意花钱消费了 老百姓都是没钱了 你服务再好 你产品再好 那扯蛋 没钱买呢 对吧 你想之前阿里也好 是吧 包括京东的东哥都急了啊 不努力工作 就不是我兄弟啊 这个要财源 阿里那边咱也不说了 他爆雷的更早 现在好一点的 反正是拼多多啊 拼多多为什么能好起来呢 他这个东西 他有点过去卷了 他有一条是可以 退款不退货啊 你就比如说你买一个东西吧 比如今天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我买了一个小的电脑主机啊 这个东西就这么小一点啊 这也不算太贵 八百多块钱 然后我看可以退款不退货 就是说现在我只要说这个主机 他有什么什么毛病 哪怕就是我吹毛球丝 鸡蛋里挑骨头 挑骨头 或者说就是我没事找事啊 就是说有毛病 那么八百八百多块钱退到账户里 这东西不用给他了 就归我了 你说这么玩 这一天哪谁受的了啊 他也是这么拒网状态的 所以说你说现在这个大环境都已经卷成这样了啊 就可以退款不退货了 那不是白嫖就零元购了吗 说白了不就是 对吧 哎 反正真的挺 哎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反正就是 我把我自己的一点心得 或者说一点现状 目前 我做知道的在哪能挣钱 啊 跟大家分享出来 反正就是英伟达嘛 这只股票啊 就是达子 我们我们 玩美股的管他叫达子 我估计还能在上涨 还能在上涨 啊 越是让人觉着 不可能了 你那么高了 万一哪天崩了 越没事啊 他有些时候他就是这么出奇的习惯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拜拜